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永安国小的校长邢小平 那么我参与阅读活动 从我出任校长在合体国小开始 我担任的是台北市的阅读推动小组 后来呢 我跟仕途就有了一个缘分 于是我参与好书大家读的评审工作 那好书大家读这个活动呢 已经有非常多年的历史了 那我自己参与这样的评审工作 大概将近也前后长达十年的时间 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 为孩子挑选好书 然后我们贴近孩子的心 这是好书大家读最重要的目的咯 因为这段长达十年的时间 那不管是在文学A类 比方说是小说 那其实台湾的小说很有意思 小说的市场很大 可是为孩子们的小说呢 翻译的小说特别特别的多 同时呢去跟大家谈 怎么样能够培养台湾本土的小说创作家 同时也能够提供给孩子一个机会 让他们能够看到台湾本土的作家 他们的好的作品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时代的改变 那这个时代的改变里面 也可以看到过去我们的选书有比较多会集中在 例如说欧洲 美国 但是后来这几年我们就发现 选书的类型也慢慢地过及了其他不同文化的国家 比如说东南亚 非洲 南美洲等等的作家 也都可以成为我们选书的对象 所以其实参与好书大家读 我好像也见证了一个台湾的书室的一个发展的历程 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胃口慢慢地开始改变 而且我们也知道现在还要结合108课纲 比方说跟SDGS有关的书籍 也是现在各家出版社在选书的时候会努力去寻找的方向 当时在创立这样子好书大家读的推荐的时候 就是因为很多家长在选书的时候 他们会有一点点惶恐 不知道到底哪些书是适合给孩子读的 又适合给什么样年龄的孩子读的 所以好书大家读在选书的时候 我们会先由出版社他会把年度里面 在1月到6月出版的书然后送到试图来 整理过后初步筛选有一些是合适的 然后我们一共有四组 有文学A、文学B、知识类的以及绘本类的 那四组里面每一组会再邀请五位评审 一年有两期到隔年的时候 我们还会针对第一期跟第二期推荐出来的好书 再进行一个年度的好书推荐 所以到4月23号的时候 就是每一年的好书大家读的颁奖典礼 同时我们就会把这个年度好书跟两期的好书 通通公告出来 这个目的当然就是针对不同的阅读的类型 让家长老师在选书的时候可以有一个依靠 也让民众知道说 我们现在书室上面有这么多这么多 适合孩子可以读的书 在校园里面推动阅读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因为透过阅读 孩子才能够获得各种不同的知识 所以在校园当中 我待过的几个学校 我们大概都是不遗余力的跟家长合作 跟民间单位合作 一起来推动孩子喜欢阅读 因为有了这个阅读的习惯 他才能够思考 如果他有了好的阅读力 加上他的思考理解 那么他有了好的表达力 在写作上面或在口语表述上面 他就能够表现得更好 所以我们在学校里面 其实是非常认真地在推动阅读工作 例如说我们会有班书 也会有寻回书香 例如好书大家读选出来之后 过去我在合体国小的时候 学校的对面就是王冠英图书馆 那我们就去跟王冠英图书馆讨论 你们好书大家读选出来之后 图书馆每一本书都会买三本 那我们可不可以借一本 借到学校里面来展览 那我的学生就可以不用到图书馆 可是他就可以在校内的图书馆 同时看到这两百本最新的好书 这个是我们跟图书馆的一个合作 利用图书馆的资源来帮助孩子 那同时呢我们也会邀请图书馆的老师 到校内来跟小朋友介绍 我们现在图书馆上有很多线上资料库 尤其是在疫情的期间 当他们不能够离开家 也不能到图书馆去怎么办呢 他就可以善用线上资料库的资源 来充实他自己的学习内涵 那这些都是我们跟图书馆的合作 所以我想学校跟制图之间 其实是有一些非常密切的合作的 其实关于阅读这件事情 我觉得应该是从孩子出生开始 我们就应该要陪着孩子一起阅读 从小建立起家庭阅读的习惯 我常常会在亲职教育 或者是右小衔接的会议上面跟家长说 我们可不可以努力地来推动关机运动 可不可以关手机关平板 就跟孩子一起来做纸本的阅读 但是并不是说只有纸本阅读可以 随着时代的变迁 其实我们是要跟着孩子年龄的增长 来调整我们陪伴孩子阅读的素材 阅读的内容 然后是要跟孩子多聊一聊 不是只是逼着他去写阅读心得 或者是一定要他说出一个什么道理 然后我们可以从里面看到 有些东西孩子有发现了 可是家长竟然没有发现 然后从这里面去找到一些阅读时光的乐趣 跟美好的氛围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从孩子出生以后可以做的事 其实呢 诗北图的七十年的这个生日快要到了 真的是一个不断的随着时代在更新 他的活动也好 他的内容也好 作为一个时代的领航者 对于阅读来讲 对于推动整个社会文化扎根的工作来讲 其实他更需要的就是创新 那么我们这几年也可以看得到 诗北图在创新的工作上面 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 例如对于弱势的孩子 例如在疫情期间 他们不能到学校 那可以把书怎么样送到他们的手里 他们也曾经设计出 可以跟超商合作 所以我想只要有心就有力 那么诗北图迈向另外一个高峰的时候 他不是步履蛮山 也不是老太隆中 而是他能够更轻盈的 去搭载着双阅读素养 例如纸本的阅读 例如数位的阅读 同时把更多的人力资源都拉进来 来营造一个爱阅读的台北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